日前,根据外媒报道称 阿斯顿维拉主帅埃梅里已经受够了马丁内斯 准备将他送出球队 同时埃梅里敲定了大马丁内斯的最佳替身 来自摩洛哥国家队的门将 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热议 自从带领阿根廷队拿到世界杯冠军之后 心态明显有些飘了 马丁内斯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 尤其是对阵法国的决赛上 他做出了多次精彩苦酒 如果不是他在加实赛尾声阶段 突出法国队单刀球 阿根廷就无法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 同样在点球大战中也表现神有 划下了对手一个点球 可以说阿根廷队能力压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 马丁内斯就是鞠躬至尾的人 为此,马丁内斯还获得了世界杯最佳门将出荣 只是,他在领取金手套奖时 做出了很不养的动作 引起了很多球迷和媒体的不满 马丁内斯重重行为 给球迷感觉就是败人品 或许是大马丁内斯性格过于张扬 让主帅埃梅里觉得驾驭不了这位刺头 所以,埃梅里经过全面考虑之后 就决定解雇大马丁内斯 大马丁内斯或许也没有想到 自己刚带阿根廷夺冠 就遭遇了失业的尴尬